啊 你又變成車子老用的啊 咆哮怒嗆 貨車駕駛實在氣不過 下一秒騎士突然伸手 拉開駕駛座車門 還鞭標粗口 如此氣氛不是沒有原因 貨車軌切後才打方向燈 變換車道 不過一旁重擊 差點就被撞上 事發地點就在台北市螺絲府路上 金線場面讓人捏碼冷汗 再把鏡頭轉到桃園 休旅車劇烈搖晃 卻沒停下 繼續望前開 硬生生把路邊賓士車車門給撞斷 後方民眾驚呼連連 看見駕駛要上車 休旅車踩煞車後繼續往前開 卻沒算好角度 這一狀客是賓士車陪慘了 另外再看這誇張傾向 民眾笑翻天實在太荒謬 黑騎士進一手催油門 一手推著賣場購物車 左腳還跨在購物車上往前進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到底看了什麼 就像是特技表演 但若是查真數時 最高會被罰三萬六 離譜畫面也出現在台北捷運 車廂內乘客排排坐 正中間的女子低頭翻找物品 但頭上的髮式似乎不對勁 放大一看一根一根的影針斜斜插在頭皮上 右側臉盤還有一整排密密麻麻的針 嚇壞其他乘客 原來女子頭上的根本不是裝飾品 而是針灸 另外在桃園 男子勾起雙腿 爬在硬氫蓋 阻擋車前進就是不肯下來 就因為不滿這輛車圍體 享用肉身阻擋 但這行為恐怕會涉及強制罪 向代替罰單 懲罰他人用錯方式鬧上警局 這場中盛退圈在我們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